有部分的你不見得一定要用那個表單按鈕 你可以用那個漂亮一點的那個圓角矩形 可以做到時候上面就給文字 然後呢對應到的就是這邊的sub 你可以用那個什麼就是插入那個程序 你就輸入一個輸入 那名稱的話盡量跟我的一樣 然後上面我有些相關的註解 你就照這樣的方式 反正你再怎麼樣 如果你真的有心要把它做出來 一定不會有問題 因為反正就照這樣做 那只是說最後呢你按下按鈕能不能walk 那不過大部分有可能就是插在那個z1 特別注意最後呢 一定要再回頭看一下這個甘特圖裡面 這邊有個z1有沒有有個數字 這個數字關係到它最後跑到哪裡 那至於說它這個地方 要最後是不是要放在z1裡面 如果你覺得z1太明顯 你可以放後面一點 可是其實這個有點兩難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它藏在別的地方上面 不見得一定要放在z1 那記得最後如果你程式寫完之後有沒有 你可以把這個顏色怎樣 改成白色的 讓這個z1上面看不出來就好了 這也是一個方法 那應該不會有人無聊到把上面的東西刪掉 OK 類似像這樣 那最後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的 去把結束日期怎麼樣 結束的日期 丟過來這裡 有沒有這個地方的日期 那實際上如果說你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你就最後呢怎麼樣呢 它這個結束之後有沒有 如果你要取得什麼呢 取得那邊的值的話 那怎麼取得呢 其實就是要 用現在有沒有r 這個r對不對 r的話就是現在的 最下面 那我們要取得就是 它的位置應該是 切過 我們要取得裡面的值 所以這個地方我給它一個x 一個一個一個變數 一個一個a好了 a等於什麼 這個地方等於就是sales sales瓜糊裡面的話 我哪一列呢 r加一列對不對 藍的話哪一藍呢 藍的話應該就是第 結束第四藍 所以這邊的話 4瓜糊 那裡面的值呢就會丟給 a 那裡面應該是一個 就是結束日期 然後等到切過來之後的話 有沒有 切過來有沒有 這個地方續著1 它會切過來 切過來之後怎麼樣 把它寫到哪裡呢 寫到這個 所以呢你就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邊呢 再加上一個range 我們用range好了 range有時候比較好辨識 range哪一個儲存格呢 c3嘛對不對 c3 然後它等於什麼 就等於a嘛 對不對 把剛剛的那個a丟過來 ok 或者甚至 當然在sales有時候 你可以加一個那個 就是工作表名稱也可以啦 不過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類似像這樣 然後假設我這個地方 甘特圖本來是要看 哪一天然後把這個地方稍微改一下 10對不對 最後還要怎麼樣 再加1 所以這個日期 最後呢再把它加1 丟過來就不用再改了 最後再加1好了 ok 丟過來 好 那麼來試試看好了 然後換一個 ok 然後7天 最好 如果沒有把握的話可以中斷一下 因為我還不確定是不是能夠work ok 輸入之後的話 到這邊 那現在的話 這個裡面的值 12月17對不對 丟給A 按F8 然後再切過來 切過來之後的話呢 這個是 現在這個舊的日期 然後寫過去變成 加1天 18有沒有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往下 你這個日期的話 永遠都是 不用再改的 反正一定不會重疊 你的行程不會重疊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等於是說呢 多寫這兩行 你可以讓這個程式 變得更完美一些些 好吧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